提起于小光,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男明星了解多少,小编对他其实了解不多,看过他演的电视剧《二叔》,当时只觉得这个人很硬朗,给人一种很正的感觉。 而演的角色差不多也是这种。或许正因为这把,于小光虽然有演技、有实力,但却一直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大火起来。 于小光大火,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韩国,还是因为一部综艺节目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小编也觉得是这样。 但让小编没想到的是,于小光火了,但却不是在中国,也不是因为出演的电视剧,或者电影。 而是因为在韩国参加了一档叫同床一梦的综艺节目,在这个节目中,于小光带着新婚妻子秋辞炫上镜,然后以其酷帅的外表,搞笑的性格,外加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,变成了人见人爱的于可爱,在中韩两国都大火了起来。 所以,很多新闻上说,于小光娶到秋辞炫,真的是赚了。 秋辞炫不仅长得美,性格好,而且还望夫,将原本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于小光,带到了一线男青的位置上,所以大家说于小光真的应该好好谢谢自己的妻子,谢谢秋辞炫。 当然了,两口子之间,当初决定结婚在一起的时候,肯定是没有想那么多的,相信他们两个人,对彼此都有助感激和爱,感激老天爷,让我遇见你,然后余生都是你。 余小光,其实更应该感谢的是她的父母与小光的大火,与妻子秋辞炫有关,与自身的努力更有关,但在小边看来,余小光更应该感谢她的父母。 一,父母一生恩爱,为余小光树立了很好的榜样,在余小光参加的同床异梦中,余小光的父母也出镜了,从短短的几个镜头中,就能看出,老两口特别特别恩爱,余小光的父亲什么都让助妻子,爱助妻子,眼神里都是宠爱。 而且,余小光的父母都很开明,性格很好,即便在母亲生病的过程中,一家人也很乐观,相互鼓励住走过艰难的日子,这种家庭氛围。 父母的这种言传身教,让余小光深受感染,所以他一直很开朗乐观,懂礼貌。 在烦躁的娱乐圈,如一股清泉,不骄不躁,用心过好自己的日子。 二、为了儿子,余小光的父母将媳妇当成女儿对待,余小光娶了韩国媳妇,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待在韩国,无法陪在父母身边,而秋辞眩远嫁中国,同样要面临饮食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。 但余小光的父母呢? 是打心眼里心疼秋辞眩,将秋辞眩当成女儿一般看待,他们会时刻将我的女儿,我爱你挂在嘴边,为了秋辞眩,努力学习韩文,时刻告诉余小光一定要好好对人家。 所以说,父母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,这一点,与小光的父母做得特别特别好。 当然了,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父母心存感恩,有时间的话,多陪陪父母,对他们说一句,爸爸妈妈,我爱你们,你们辛苦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